记者陈玉富台北报道,前促转会副主委张天钦失言打猴风暴不断延烧,国民党立委更直闯行政院抗议。 促转会今日表示,你于一周内完成调查,并公布调查结果,依照社会公信。 促转会指出,有关媒体报道8月24日本会前副主委张天钦私下邀及幕僚开会仪式,以及副研究员吴佩荣于网络上公开披露制内容。 主委黄黄雄已于12日协委员叶宏林、杨翠及彭仁玉召开记者会郑重道歉,并承诺彻底调查。 促转会表示,将先启动政风与人事等内部机制,针对吴佩荣文中支撑张天钦的业务费使用,及要求同人与上班时间处理官舌等相关内容,进行调查厘清。 另外,针对0824私下会议内容,促转会也将进行事实还原。 为提高过程透明度,接受社会检验,以邀请促转会咨询委员之社会公正人士,就本会调查结果的事法性,正当性提供意见。 促转会说明,三名咨询委员分别是政大法律系副教授林家和,交通大学人门社会学系副教授林旧姓,泰影国际法律事务所主持律师谢映卿。